本季中有铁娘子称呼的撒切尔夫人 和有英伦玫瑰之称的戴安娜王妃 都将陆续出场 三人齐聚 英国王室和内阁政府注定不太平 本季故事一开始 就是一场家宴 蒙巴顿受邀一起用餐 因为查尔斯总是向他倾土心事 于是伊丽莎白问起关于查尔斯的感情动向 接着又提起穿泳衣的卡洛琳朗曼 性子烈的安娜华莱士 听名字不太认真的克里斯塔贝尔 最后还有嫁给安德鲁的卡米拉 这些都是跟查尔斯有关系的人 听着这一连串的名字 菲利普质问舅舅蒙巴顿 看着场面有些尴尬 伊丽莎白忙端起酒杯打圆场 而此时的查尔斯正驱车前往新任女友萨拉斯宾赛家 斯宾赛家族是英国的贵族 具有悠久的历史 每一代都具有相应的伯爵头衔 不仅在英国具有较高的地位 而且该家族的遗传基因非常好 大部分颜值都非常高 所以后来出自这个家族的戴安娜王妃 不是所谓的平民出身 她之所以被称为平民王妃 大部分源于她亲民的形象 查尔斯跟随萨拉走进了别墅 就在她等萨拉接电话的空档 一位一身戏服的女孩出现 她表示自己在练戏话剧种下业之梦 随后她告诉查尔斯自己是萨拉的妹妹 叮嘱完查尔斯 她便转身离开了 而这个女孩就是戴安娜斯宾赛 未来的戴安娜王妃 萨拉接完电话走出来 查尔斯张嘴就是 萨拉提起戴安娜很想见查尔斯 两人一边交谈一边走出了房间 戴安娜看着远处马场的两人 不禁有些难过 与此同时在新一轮首相大选中 保守党大圣撒切尔夫人 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女首相 伊丽莎白照例召见了她 后来的伊丽莎白曾说过 在她的十四位首相里 最不喜欢的就是撒切尔夫人 而这一点电视剧里也表现出来了 两人第一次见面就暗流汹涌 伊丽莎白先是预测了撒切尔的内阁成员 她说这像赌马一样简单得很 结果也的确猜对了七八成 撒切尔则借她成员里没有女性为由 称女性通常不适合高位 因为她们往往会过于情绪化 伊丽莎白意识到撒切尔是在点自己 立马表示 撒切尔回到家 对丈夫说自己觉得 未来会和女王合作得很愉快 接下来王室一家分头去度假 查尔斯一人去冰岛钓鱼 蒙巴顿和孩子们去北爱尔兰捕下 其余人则去苏格兰猎路 此时安妮公主已经和她的第一任 丈夫马克结婚 两人在路上一直吵着马术训练的事情 到达目的地后 菲利普鼓励安妮重拾训练 安妮公主曾获得过欧洲马术锦标赛的个人冠军 并参加过1976蒙特利尔奥运会 如今她还依旧任英国奥委会主席 另一边不想查尔斯误入歧途的蒙巴顿打电话给她 想约她见一面 听到查尔斯和卡米拉还有联系 蒙巴顿便开口表明自己的想法 查尔斯不仅不以为然 还出口讥讽起她 称她居然好意思跟自己说婚姻有多神圣 要自己在感情问题上保守传统 原来蒙巴顿夫妇结婚后不久 就各自与情人在一起 后来在蒙巴顿出任英国驻印总督时 伯爵夫人还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谈了场 柏拉图恋爱 接着查尔斯指责蒙巴顿是口秘附件的小人 在家人面前扮演自己的盟友 转身就背叛了自己 甚至把卡米拉与安德鲁结婚的事 全怪到了蒙巴顿身上 发泄完后查尔斯挂断了电话 他一定想不到 这将是他跟蒙巴顿最后一次通话 被挂断电话的蒙巴顿依旧没有放弃 他给查尔斯写了一封信 交代完后蒙巴顿便跟着家人一起去捕龙虾 三个画面交替出现 捕虾钓鱼猎路 可就在众人高兴时 蒙巴顿所乘的船发生了爆炸 他当场身亡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 是因为当时北爱尔兰问题急剧恶化 而蒙巴顿所在的地方是北爱尔兰的边界 经常被视作爱尔兰共和军的藏身处 爱尔兰和平卫队早就提醒过蒙巴顿可能会遭遇刺杀 但他并没有重视 事情发生几天后 爱尔兰共和军发表声明 承认处决了蒙巴顿伯爵 并在同一天突袭了沃伦据点 18名英军士兵丧生 共和军称这是对敌对目标的合法打击 因为英军也曾在血色星期日中制造了枪击14名北爱尔兰人的流血事件 共和军还表示 如果王权还存在于北爱尔兰 那么任何流血事件都是英国政府的责任 这边首相撒切尔夫人致电伊丽莎白 表示将毫不留情地向爱尔兰共和军宣战 直到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而此时的查尔斯终于读到了蒙巴顿留下的信 只不过他永远失去了这位代祖父 蒙巴顿在信中语重心长地写道 而令他痛心的是查尔斯并没有为此付出足够的努力 说到他们争执的择偶一事 他提起爱德华巴士为辛普森退位的事 蒙巴顿再次提醒他 必须打造自己的命运 与这样的姑娘重新开始 共同建造他们的未来 这不仅是他的使命 更是他的责任 白金汉宫内菲利普正在看桌上的文件时 查尔斯走了进来 接着菲利普告诉他 自己对父亲没有印象 是蒙巴顿填补了这一空缺 他对自己至关重要 自己就不再是他的优先考虑了 他取代了自己成了你的父亲 而查尔斯也取代了自己成了儿子 这也是菲利普和查尔斯父子之间疏离的原因之一 1979年9月5日 英国王室为蒙巴顿勋爵在威斯米斯特教堂举行了国葬 这是继丘吉尔后最大的一次国葬 按蒙巴顿生前遗愿 查尔斯为其朗读道词 不久后安妮公主参加了马术比赛 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众人均到场为他祝贺 但查尔斯依旧沉浸在蒙巴顿去世的悲痛中 在返程途中一位路过的女孩对他表示哀悼 查尔斯想起了那天见到的人 随后听着他出言安慰自己 查尔斯不觉得多看了两眼 他符合蒙巴顿性中形容的未来王妃的模样 查尔斯回到家后 立即给前女友萨拉打去了电话 询问他妹妹的情况 此时的戴安娜在一家幼儿园做兼职老师 等查尔斯要到戴安娜的电话后 一通电话拨了过去 聂元就这么开始了 随后查尔斯赶来见他 戴安娜满脸笑意地看着为自己而来的查尔斯 这座位于苏格兰的城堡名叫巴尔莫洛尔 是英国王室的度假地 王室经常会在这里秘密测试他们的客人 人们称之为臭名昭著的巴尔莫洛尔测试 如今他即将迎来两位新考生 第一位就是首相撒切尔夫人 撒切尔推行的经济政策 为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 包括国企私有化削减福利开支打击工会力量等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新自由主义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也埋下了诸多祸根 如此激进的政策 引起了内阁大臣们的强烈反对 撒切尔想推行计划 只有先重组内阁 也就是在这时 伊丽莎白邀请撒切尔夫妇来巴尔莫洛尔度假 两人如约而至 可刚到地方 撒切尔夫人就搞不懂工作人员的安排了 丈夫为了缓解尴尬 忙拿出了小费地上 初次接受王室邀请 撒切尔和丈夫有些手足无措 接着撒切尔提起六点有个下午茶 一时之间不知道穿什么了 结果王室众人全部休闲打扮 只有撒切尔夫妻一身正装出席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最后还是伊丽莎白出言为他们解了威 为了缓解撒切尔夫妇的尴尬 伊丽莎白还特意将晚餐时间提前了 晚餐时众人兴致勃勃地讨论一头没有猎到的熊鹿 撒切尔夫人是一句话都插不上 到了餐后的小游戏 她更是容不进去 相较于其他人无所事事 撒切尔夫人睡前还有许多证物等着她处理 第二天伊丽莎白邀请撒切尔夫人外出打猎 然而她却穿了一身职业装 还配了一双高跟鞋 这也着实不能怪她 因为她只带了这些衣服 伊丽莎白再次为她解围 不仅遏制了众人想吐槽的欲望 邀请她坐自己的车 还把自己的户外鞋借给了她 但撒切尔这一身蓝实在是太过抢眼 远远就会吓跑猎物 听撒切尔提出要回去换身衣服 伊丽莎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双双都知道 她回去就不会来了 回去后的撒切尔投入到了工作中 然而就是工作也不得安生 玛格丽特路过看到她后 先是表明她坐的椅子是维多利亚女王的 谁都不能坐 又告诉她今天是公共假日 第二天撒切尔受邀参加了一场田园体育赛事 她看着场上的情景 不明白这种扔铁锤扔木棍比赛有什么意义 当她看到王室给冠军的奖励是一块洋杂碎度时 才明白这些人一点都不高雅 更谈不上完美 他们都是老贵族做派 和内阁中那些人差不多 于是撒切尔夫人下定了决心 回去后撒切尔借口公务提前离开 她也成了所有首相里第一位中途离开的 撒切尔前脚刚走 第二位考生后脚就来了 她就是戴安娜 一下车她就看见了等候在此的外婆 戴安娜表示只是度个周末而已 镜头一转到了晚餐时间 伊丽莎白对她的到来有些疑惑 戴安娜得体大方地跟众人交谈 一上来就俘获了所有人好感 她毕竟是贵族出身 对王室这一套简直太熟悉了 至于打猎的行头 户外装备也是准备齐全 第二天一早 戴安娜陪菲利普外出打猎 她不仅跟菲利普相谈甚欢 还帮她判断对了风向 菲利普成功猎到熊鹿 不仅如此戴安娜也没真功 把功劳全部归到了菲利普身上 至于接下来的晚餐游戏什么的 戴安娜更是表现完美 等她走后 卡米拉向查尔斯询问 戴安娜的考核情况 查尔斯直言 第二天菲利普把查尔斯叫到了屠宰室 明确地说出了全家人的意见 戴安娜这姑娘不错 要查尔斯娶她 这个谈话的地方也颇有意思 后来查尔斯称 政府这边回去后的撒切尔 便立即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依约谈内阁成员 把顽固派通通撤职 换上支持她的改革派 得到消息的伊丽莎白约见了她 戒列路提起了近期撒切尔的举措 伊丽莎白提醒她如此做 她会四处树敌 撒切尔一改在测试中的局促感 用宪章派诗人查尔斯迈凯的话 回答了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听完勉强挤出了一个笑容 另一边查尔斯决定接受戴安娜 一夜之间戴安娜门前围满了记者 白金汉宫内内投入被挂在了城堡大厅 作为菲利普的荣耀 其实被捕获的又何止是那头鹿呢 不久后查尔斯向戴安娜求婚了 王室成员都在等她的消息 查尔斯表示根据礼法 这件事两个当事人心情截然不同 一边是被迫接受婚姻的消极无奈 一边是与心爱的人在一起的欢喜雀跃 如此反差注定这段婚姻会以悲剧收场 戴安娜刚一下车 大批记者就向她围了过来 想了解一下结婚内情 甩开众人回到公寓后 戴安娜跟闺蜜庆祝起脱单 他们驾车在伦敦街头欢呼 去舞厅跳舞 次日凌晨戴安娜告别闺蜜 一步一步走下楼梯 门外早已围满了记者 她坐上前往白金汉宫的专车 住进了未来王妃的房间 刚一见面 伊丽莎白就拿出了几款价值连城的戒指 最后她选择了 与她眼睛一样颜色的蓝宝石钻戒 因为戴安娜年纪太小 不懂宫廷礼仪 马丁建议由伊丽莎白女王亲自教导 还可以提前适应婆媳关系 伊丽莎白直接了当地拒绝了 理由是自己不够严厉 而后戴安娜向王室众人打招呼 由于不熟悉流程频频出错 查尔斯作为未婚夫 不仅不出面解围 反而跟众人一同取笑她 戴安娜只能甘大的陪笑 很快王室正式宣布 查尔斯王子订婚的消息 记者围住查尔斯和戴安娜两人采访 戴安娜一脸娇羞 查尔斯却心不在焉 当记者问到他们两个看起来 似乎非常相爱时 查尔斯说出了她的名句 可以看出查尔斯只想敷衍了事 对戴安娜没有半点感情 采访结束后 她当即表示要回海格罗夫庄园 准备出访物品 电视机里民众对这段婚姻 很是看好 电视机前无聊的戴安娜 则跟闺蜜包起了电话粥 第二天戴安娜早早等在机场 准备送别查尔斯 提起要分别六周之久 戴安娜表示有些难熬 没想到查尔斯竟要将卡米拉介绍给她认识 这迷惑操作别说观众懵了 连戴安娜也是一脸懵 戴安娜强压怒气与查尔斯告别 回到白金汉宫后 戴安娜的苦日子开始了 她的外婆作为礼仪老师 入住白金汉宫传授她宫廷礼仪 戴安娜虽然觉得枯燥无味 但还是很认真的在学习 在这期间她收到许多民众来信 大家都对她这样性格单纯的女孩新生好感 毫不掩饰对她的喜爱 这也成了戴安娜孤独生活中的唯一味解 白金汉宫虽大却没有一点人情味 身处其中的戴安娜 唯一能打发时间的活动就是滑轮 可即便如此 她还是感觉很孤单 无奈之下她致电查尔斯 不过却从未接通过 无尽的孤独感将戴安娜包围 驱使她寻找其他东西发泄情绪 随后她打开冰箱胡吃海塞满足欲望 事后再进行催吐 如此反复她不仅没有找到满足感 反而愈发空虚 几天后她收到了一封来信 信上卡米拉邀请她共进晚餐 地址故意选载了三人型餐厅 两人刚一见面 空气中便弥漫起失足的火药味 接着卡米拉抓起戴安娜的手 仔细打量着伊丽莎白送给她的戒指 卡米拉在用餐时又故意提起 自己跟查尔斯的相爱往事 说在她出访的这段时间里 天天都会打电话给自己 这让戴安娜有些破防 因为查尔斯近来从未接过她的电话 卡米拉还按戳戳地表示 查尔斯最爱的还是她 最后卡米拉又提起 他们互相给彼此气的绰号 听着卡米拉滔滔不绝地 讲着她跟查尔斯之间的故事 戴安娜又开始了暴食 不停地吃着盘子里的食物 回到白金汉宫后 她再次通过催涂缓解情绪 但眼泪还是流了下来 她在白金汉宫努力学习宫廷里 从未有过任何不情愿 可换来的却是背叛 随后戴安娜找上查尔斯的助理 希望与她通个电话 却被告知王子正在返程的飞机上 她这才知道 查尔斯连回国的时间都骗了自己 戴安娜看见助理桌子上的手镯设计图 上面写着弗雷德和格雷蒂斯 她瞬间明白这是送给卡米拉的 生气的她打电话要求见伊丽莎白 听到这样的回答 戴安娜愤怒地撂下了电话 无奈之下 她只能通过不停跳舞发泄情绪 她换上芭蕾舞裙 刚开始的舞姿无比曼妙 后面却宛如被禁锢的白天鹅一样 无论怎样发狂暴走 都始终摆脱不了命运的牢笼 查尔斯出访归来 自然是第一时间找上卡米拉 送上精心定制的手镯 转眼到了婚礼彩排的日子 戴安娜没了之前的欢喜雀悦 失魂落魄地坐在地上 等查尔斯走到跟前 她提起手镯上的名字 查尔斯见状忙解释那手镯 就是告别礼物 是为了换回威尔士亲王徽章戒指 接着她掏出戒指递给了戴安娜 戴安娜最终还是选择相信查尔斯 穿上婚纱长裙配合彩排 马格丽特看出两人之间有些不对劲 便在当晚向其他王室成员反映此事 他提议尽早解除婚约 不要造成悲剧 奈何一切都晚了 为了王室脸面 这场婚姻是不可能取消的 随后伊丽莎白来到查尔斯房间 讲起玛丽王太后的故事 她原本是要嫁给自己的白马王子 克拉伦斯公爵的 可还不等他们成婚公爵便去世 之后她便按长辈意愿嫁给了公爵弟弟 伊丽莎白是想借此告诉她 王权之下无爱情 她要以玛丽王太后为榜样 未来也可以收获属于她的幸福 只可惜查尔斯根本没听进去 1981年7月29日 查尔斯王子正式迎娶戴安娜 这场世纪婚礼轰动全球 却成了后来戴安娜口中人生最悲惨的一天 王权将一个无辜女孩送入了地狱 上演了一出人间悲剧 与沉浸在喜悦里的王室不同的事 铁娘子撒切尔的儿子马克失踪了 时间回到几天前 达卡尔拉利赛在法国巴黎正式举行 参赛选手需要驱车穿越多个国家 马克和女友行驶到撒哈拉沙漠时迷了路 首相撒切尔和女王伊丽莎白例行会面时 一向强硬的她竟忍不住在伊丽莎白面前落了泪 她毫不掩饰地表示 马克是她最喜欢的儿子 伊丽莎白虽然无法理解 但还是亲自递上酒表示安慰 而此时的南大西洋英属福克兰群岛上 阿根廷工人占领了南桥之亚岛 升起阿根廷国旗 此事传回唐宁街后 助理来向撒切尔汇报 先是报告了马克还活着 且已经出动了国家力量在搜寻 而后提起南桥之亚岛之变 她提议派遣皇家舰队驱逐阿根廷工人 奈何撒切尔夫人满脑子都是儿子 看样子一时半会不会下达指令 助理只能先退了出去 次日一早外交大臣给撒切尔夫人带来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他们锁定了马克失踪的区域 坏消息则是该区域比整个英国还大 撒切尔夫人还没来得及开口 助理便闯进了会议室 紧急汇报阿根廷派出了两艘护卫舰进驻南桥之亚岛 助理提议通过外交协商处理此事 正在气头上的撒切尔当机反对 这里他指的不仅是阿根廷事件 也是儿子马克的事 不久后阿尔及利亚空军的飞机发现了马克 并将他成功救出 撒切尔夫人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满心欢喜地给儿子接风洗尘 他不仅在席间无条件偏袒儿子 还不停使唤女儿 这让一旁的女儿有些难过 甚至撒切尔先生指责儿子没有对救援队表示感谢 都引起了撒切尔的不满 见女儿借口进了厨房 撒切尔先生起身进来开解他 家事处理好后 撒切尔全心投入到了政务上 内阁会议上针对阿根廷问题 财政大臣建议不要打因为缺钱 外交大臣也表明国际舆论并不乐观 撒切尔夫人却仍旧保持强硬态度 晚上他约国防参谋长来家吃饭 正巧女儿也在家 他便让对方帮忙打下手 按耐不住的卡罗尔询问他为什么总是偏心哥哥 卡罗尔不再说什么 默默做着手里的事情 之后大英帝国韬光家底 凑了一支皇家舰队 打响了重夺殖民地之战 这便是著名的马岛战争 镜头回到王室 自打剑撒切尔坦率地说出最喜欢儿子后 伊丽莎白也打算做个小测试 看看自己最喜欢哪个孩子 于是他吩咐助理马丁安排会面 他要分开见见四个孩子 而且不能让他们互相知道 顺便又让马丁帮他整理一下孩子们的兴趣爱好 首先登场的是老四爱德华 他上来就在担心自己两万英镑的年份还能不能继续理 得到肯定回答后 他坐下跟母亲一起用餐 期间提起了自己在学校的生活 菲利普倒是没偏心 几个儿子一视同仁 全都送去哥登斯顿读书了 但爱德华跟查尔斯完全不同 他在学校里可没少作威作福 欺负了不少同学 伊丽莎白对爱德华进行了警告 显然爱德华根本没听进去 接着伊丽莎白马不停蹄赶到了格洛斯特郡盖特康比公园 约见老二安妮公主 自打安妮跟第一任丈夫马克结婚后 两人就三天两头吵架 再加上被嫂子戴安娜抢了风头 让她更是郁闷 聊天时伊丽莎白提起与安妮鬼混的克洛斯警长 她表示自己已经将他调走了 安妮听完当即甩脸走人 不留半点情面 次日一早伊丽莎白处理王室事务时 一架直升机缓缓降落在白金汉宫外的大草坪上 原来是老三安德鲁王子来了 他特意跟长官请假 除了跟母亲共进午餐外 还另有钥匙相伤 而钥匙就是他的封号 伊丽莎白决定给他约克公爵封号 这也是以往次子的标配 接着安德鲁提起自己的新女友 她最近拍了一部电影 名为埃米丽的觉醒 故事是埃米丽从瑞士的女子进修学校 回到她母亲在英国的乡间大宅 编剧在这里暗戳戳影视了 安德鲁参与爱波斯坦欢乐岛事件 伊丽莎白此时还不知道 日后这个孩子会给自己闯下大火 安德鲁走后助理马丁前来汇报 查尔斯王子邀请他明日到海格罗夫用餐 隔天伊丽莎白如约而至 戴安娜此时已经怀上了威廉王子 由于丈夫整日在外鬼混 于是赌气不肯出来见婆婆 查尔斯只能在门外无能狂怒 无奈之下查尔斯对伊丽莎白称妻子身体不适 所以没法前来觐见 对于儿子干的好事 伊丽莎白心知肚明 查尔斯之所以住在这里 无非是离卡米拉家就15分钟路程 伊丽莎白劝她 查尔斯一句话都没说 但也一句话都没听 四个孩子都见完了 伊丽莎白还是不知道自己最喜欢哪个孩子 于是回到白金汉宫后 她开始翻看小时候的照片 菲利普回来询问此番测试有什么收获 伊丽莎白却表示 菲利普直言孩子都长大 这也是伊丽莎白一辈子都在做的事 可惜最后她还是没能熬过查尔斯 镜头转到政府方面 由于撒切尔夫人推行新经济政策 导致大量工人失业 他们只能排队领救济精度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事 上层民众却在排队跟女王握手 而这名正在领救济精的男子名叫费根 是底层民众中的一员 他本是一名油漆工 也曾拥有幸福的家庭 可自从失业后 妻子便带着孩子走了 费根也过上了浑浑噩噩的生活 他每周都会去领救济精 而工作人员每次都会问他 最近两周有没有做过工作 他总是吊儿郎当地回答道 回到家后费根看着电视中播放着工人游行的画面 收音机却传来撒切尔夫人的演讲 这一切显得无比讽刺 一番思索他决定做点什么 第二天他来找国会议员 表明民众生活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他将自己认为国家存在的问题一说了出来 例如为什么内阁要把31英镑拿去发动马岛战争 而不是用他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对方听完随意敷衍了几句 让他有本事找女王聊去 晚上路过白金汉宫时 他做了个大胆决定 趁没人注意 他翻过护栏躲过守卫 沿着排水管道爬上了二楼 穿过几个不知名大厅 顺便试了试女王的座位 他在白金汉宫四处游走 还尝了几口葡萄酒 期间又不小心打碎了一个名贵花瓶 好不容易找到了女王卧室 可惜对方今晚不在 费根最终被一位工作人员发现了 但幸好溜得及时 安然无恙地退了出去 次日一早助理马丁向伊丽莎白汇报此事 并准备通知首相却被阻止了 因为撒切尔夫人早就提醒过伊丽莎白 让他加强白金汉宫的安保 可惜他没放心上 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镜头回到费根这里 他在街上偶遇妻儿跟现任玩得不亦乐乎 本想上去教训对方 自己却被揍了一顿 事后还被社区人员约谈 孩子归妻子抚养 且禁止费根在接近他们 晚上电视中播报马岛之战大街 街上的人们欢呼雀跃 跟落魄的费根截然不同 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 回去后他先从电视中知道 女王今晚在白金汉宫 接着坐车来了白金汉宫附近 他这次比第一次更熟练 先是在监控室警卫交班室偷溜进去 再打破玻璃爬进房间 这次他直接来到女王卧室并拉开了窗帘 伊丽莎白被他吓了一跳 但很快镇静了下来 得知他没有恶意后 邀请他坐了下来 费根植入主题 向他倾诉了底层民众的苦难 相比于这位不速之客 伊丽莎白自然是更相信首相撒切尔 但最后费根的话触痛了他 随后侍女进来发现了这一幕 费根最后跟女王握过手后 就被安保人员带走了 此时很快上了新闻 伊丽莎白当即召见首相 并首次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可惜女王的权力仅限于此 马岛战争的胜利让撒切尔夫人野心膨胀 他看了一眼时间 便一脸得意地准备离开 最后伦敦举行了盛大的胜利游行 撒切尔公然带君主检约部队 隐隐折射出了王权的没落 而费根这个在时代浪潮下的小人物 后来被送去了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谁都知道他疯了 谁也都知道他没疯 这边查尔斯和戴安娜的婚姻也有了危机 婚后的查尔斯依旧和婚前一样 天天跟卡米拉一起参加聚会 期间查尔斯和卡米拉两人一唱一和 大讲黄段子 另一边戴安娜也和婚前一样 独自在家胡吃海塞然后催吐 和以前不一样的是 戴安娜有了新的感情寄托 那就是儿子威廉王子 不过最近鲍博霍克当选澳洲新一任总理 霍克立场一直是独立自主脱离英联邦 所以查尔斯和戴安娜就有了出访澳洲的任务 伊丽莎白对他们此次出访很重视 希望他们能像自己当年那样 同时还希望他们不光在政治上取得成功 还能借此拉近夫妻感情 戴安娜出行的唯一要求就是把孩子带在身边 等众人上飞机后 助理提议到达后先把孩子安置到他处 等行程结束再把孩子接来 戴安娜听完当即大怒 跟助理大吵了一架 但助理态度强硬 至于助理为什么这么强硬 因为这是查尔斯的意思 虽然戴安娜百般不情愿 但到达后孩子还是被接到了别处 接下来的访问 戴安娜全程心不在焉 连接下来要去的地方 和当地的地标景点都没说对 至于记者提问的外访开支 两人更是答不上来 这种结果最高兴的当然是总理霍克了 来了这样两个笨蛋 他便能寻找契机带领澳洲 彻底脱离英联邦 不久后查尔斯和戴安娜两人 受邀来到埃尔斯岩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岩石 也是之前戴安娜说错名字的地方 工作人员提议他们爬到山顶看看 结果因为天气炎热 戴安娜表示头晕爬不动了 事后查尔斯给卡米拉打去电话 吐槽戴安娜丢了脸 接着表示还有六个星期真是煎熬 卡米拉安慰她可以天天给自己打电话 与此同时戴安娜和助理再次发生了争吵 戴安娜这次不再让步 无奈之下众人乘飞机来到安置威廉王子的地方 见到儿子的戴安娜 心情平复了下来 再次接受记者采访时 两人都露出了罕见的笑容 等记者走后 两人难得真心交流了一番 查尔斯说自己渴望得到赞扬 哪怕只是说句谢谢 戴安娜则埋怨她一直去找卡米拉 原来两人都希望得到关注得到鼓励 话说开后戴安娜表示 听完戴安娜的话 查尔斯看着她说道 查尔斯和戴安娜关系和好 在访问澳洲活动时大受欢迎 特别是接下来访问布里斯班时 更是人山人海 不过有一点尴尬的是 民众都是冲着戴安娜来的 没人理会查尔斯这个王子 两人分头访问时更明显 戴安娜那边欢笑声掌声不断 查尔斯这边民众不仅埋怨她没带王妃来 还在她打马球失误时哄堂大笑 查尔斯的心态很快就有了问题 而率先看出她心态失衡的 竟是千里之外的安妮公主 查尔斯渴望得到肯定 而报纸上都是赞扬戴安娜的美貌和亲民 这她能好才怪 果然还是家人更了解她 而心态失衡的不止查尔斯一人 还有澳洲总理鲍博霍克 本还想带头脱离英联邦 结果人民这么欢迎他们 还怎么提出脱离 很快查尔斯和戴安娜两人的矛盾爆发 在澳大利亚最后一场活动时 查尔斯夸奖戴安娜 而她有些害羞的模样 在查尔斯的眼中竟是故意嘲笑自己 再加上之前积累的矛盾 两人大吵了一架 而最让查尔斯难受的是 总理霍克的一番话 以至于接下来的新西兰行程 两人的关系又回到先前那样 面无表情看表演 报事后疯狂催吐 回到英国后 也是查尔斯回海格罗夫庄园 戴安娜回肯星顿宫 事后戴安娜找上伊丽莎白 毕竟关系缓和不容易 她还想再争取一下 她不理解为什么自己得到了关注 查尔斯会恨她 她希望能从伊丽莎白这得到答案 伊丽莎白却认为 戴安娜在指责自己 不是位称职的母亲 戴安娜当即否定 还承认自己 确实喜欢被人欢呼的感觉 因为感觉那是 对家庭生活不幸的安慰 接着她请求伊丽莎白 展现出对她的爱护认可和接纳 因为伊丽莎白 是整个团队的队长 只有她做了别人才会跟着做 伊丽莎白不仅没有回应她的话 还摇铃准备结束谈话 没想到戴安娜紧紧抱了上去 伊丽莎白一时间 手足无措静止离开 最后伊丽莎白 在与母亲妹妹和安妮 也就是核心王室成员 吃晚饭时 说起那个 紧紧的近乎绝望的拥抱时 乔治六是夫人劝她 戴安娜现在还是一个小女孩 她早晚会放弃挣扎的 像之前的菲利普一样 殊不知他们的谈话里预示了戴安娜的未来 不久后 玛格丽特又失恋了 这次的对象是一位叫达泽的小伙 两人因为信仰问题选择分手 玛格丽特作为王室成员信英国国教 而达泽则是一名天主教神学院的学生 而同时困扰玛格丽特的还有身体上的问题 她在一次用餐时 咳出了鲜血 经过医生诊断 她最终被切除了左废 她和她父亲乔治六是一样都是吸烟太多 后来王室曾披露烟瘾最大的就是玛格丽特公主 她每天要抽将近六十支烟 不过好在没发展到哀变 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转眼到了爱德华王子二十一岁的生日宴 宴会上玛格丽特让姐姐伊丽莎白给自己派些视作 不然真得闲出病来 伊丽莎白当时没有回答 而是第二天带着助理马丁上门拜访 从前面的剧情也能看出来 但凡需要带秘书的回答 一般都是拒绝的 果不其然 马丁张口就提到了摄政法 他规定可以代表王室的高级成员只能有六人 随着老四爱德华年龄达到要求 女王夫妻加上四个孩子正好六位 刚巧把玛格丽特挤出去了 于是无所事事的玛格丽特 再次回到那座位于小岛上的庄园 只不过这次的情形还不剩上次 上次好歹还有个小男友罗迪陪着 这次是真的孤身一人了 不久查尔斯来到庄园 她是寿母亲伊丽莎白索托 专门给小姨介绍一位治疗师 也就是所谓的心理医生 回到伦敦后 马格丽特便去车去见了心理医生 因为她真有这方面的困扰 她将情况如实告诉了医生 医生没有丝毫意外 还问起她知道她家族有其他人 受精神问题困扰吗 玛格丽特表示她叔叔格罗斯特公爵 有时也会情绪低落 玛格丽特一脸疑惑 随后心理医生告诉她 她的表姐妹也有精神疾病 而且现在还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而她的表姐妹 就是母亲乔治六世夫人的哥哥 女王和公主舅舅的女儿 玛格丽特听到这件事 马上找到伊丽莎白问名情况 伊丽莎白是知道这件事的 不过他们俩人早就去世了 为此他们还特意找来族谱查看 上面清楚地记着 一位去世于1940年 一位去世于1961年 据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回到住处的玛格丽特 接到了达泽打来的电话 她称自己来伦敦了 有空可以见一见 玛格丽特当即拒绝了 不过转瞬一想 她可以替自己去精神病院探探 毕竟她是神学院的学生 假扮成神父没人会阻拦的 于是她便同意见面请求 随后两人驱车赶往精神病院 不久达泽带着惊人的真相出来了 那两人果然在这里 而且不是两个人是五个人 而且他们在床头挂着 伊丽莎白女王和玛格丽特公主的照片 他们知道自己是谁 也知道为什么进来的 玛格丽特公主听完愤怒地回宫 找到母亲乔治六世夫人询问情况 王太后解释事情要从温莎公爵 也就是爱德华八世退位开始说起 她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公爵夫人 没想到一下成了王后 同时她的娘家鲍斯里昂家族 也从苏格兰的小贵族 成为了王室的直属血亲 结果就是本来可以养在家里的孩子 必须被送进精神病院 也必须在祖谱中死去 因为有他们在会让人质疑王室其他人的基因 更何况丈夫乔治六世这边 老国王乔治三世和弟弟约翰王子也有精神病 在当时王权岌岌岌可危时 每一个隐患都要消除 得知真相的玛格丽特久久不能平静 随后玛格丽特再次找到那位心理医生 她开口的第一句是询问自己的情况 心理医生表示她大可放心 因为她表姐妹的病因来自于他们的母亲 也就是玛格丽特的旧妈 不会遗传给她 玛格丽特这才安下心来 但转念一想 表姐妹根本没有影响到王室血统的可能性 也根本不该为了消除所谓的隐患 被强行禁锢在精神病院 事后达泽劝她转投他们天主教 被玛格丽特果断拒绝了 她身为王室成员 就算受难她也要在她的家庭里继续挣扎 但在达泽要离开时 玛格丽特拜托她 替自己为表姐妹们祷告 最后自知无力改变的玛格丽特再次回到小岛 继续一边沉迷一边清醒 而那几位表姐妹也一直住在精神病院直到死去 其中最晚的一位在2014年才去世 家世结束便是国事 众所周知英国君主立宪制规定 女王是无权插手正式的 但在伊丽莎白漫长的君主生涯中 就有一次与首相起了冲突 那就是1985年英联邦经济制裁南非种族隔离事件 说起此事首先需要了解两个概念 一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 因为历史缘故 南非在独立后有白人黑人和有色人 而种族隔离制度就是把人按肤色划分 无论是社会资源居住环境还是经济发展 上层的白人享受到了大部分好处 而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则被圈在小范围内 形成了十几个独立家园 有的还允许独立 比如现在看南非地图会发现中间少了两块 莱索托和思维是蓝就是种族隔离的产物 而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防止非白人族群得到投票权或影响力 由此可知经济制裁这样的政策 是利于人权进步的好事 二是了解英联邦的概念 英联邦是一个国际组织 由56个独立主权国家所组成 成员大多为前英国殖民地或者保护国 南非1961年退出了英联邦 后在1994年重新加入 英联邦各成员国享有平等地位 决议必须要全票通过才有效 回到剧情关于制裁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会议前 英联邦49个成员国有48个同意 唯一反对的就是英国 撒切尔此时认为英联邦完全是浪费时间 不理解为什么女王会和他们称兄到底 而伊丽莎白同意制裁 一方面是为了促进人权 另一方面英联邦团结也是他最看重的事情 不久后英联邦首脑会议在巴哈马举行 伊丽莎白表达了他同意制裁的想法 这与撒切尔的立场相左 会后两人立即见面 此时撒切尔的理由是经济制裁南非 会重创南非的同时 也会重创英国 伊丽莎白让他站在南非的角度考虑一下 撒切尔表示制裁会引起内战 南非黑人不会想继承一片废墟 但伊丽莎白称从赞比亚总统处得到消息 南非黑人是可以接受内战的 伊丽莎白表示这只是一个问题 最后两人选择各让一步 选择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字眼 索尼来向伊丽莎白汇报 撒切尔拒绝了提议这个字眼 事情发展到这 不仅仅是南非问题的意见不同了 变成了两人的权力之争 之后未得到撒切尔代表的内阁同意 他们不断更换措辞 措施不签行动不签控制协议 威慑制止都不签 最后就场的是王室的大作家 新闻秘书迈克尔 他想到一个词信号 见撒切尔签了字 工作人员马上报告给了伊丽莎白 旁边的人见状立马拍起马屁 这边还没高兴多久 另一边出了状况 记者采访撒切尔为何做出重大让步时 撒切尔反问 你怎么就知道不是48个人迁就一个人呢 意思就是撒切尔并没有同意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 事情又回到了当初的样子甚至更糟 回到伦敦后 迈克尔先去出版社 询问他前几天拿来的小说情况 编剧先是称赞迈克尔的文笔 随后提出意见 迈克尔以他对王室的忠诚为由拒绝了 这边由于英联邦首脑会议的失败 南非暴力形势不断加剧 撒切尔拒绝实施制裁 也被指为英联邦运动会举办失败的原因 国际影响不好的同时 国内媒体得知伊丽莎白和撒切尔意见相左后 报纸也发表了相关文章 称永不摄政的女王和首相起了公开矛盾 甚至宣称白金汉宫和唐宁街关系不断恶化 将面临彻底破裂 回到秘书处的迈克尔听到消息 便和马丁一同来找伊丽莎白 希望他能发表些支持首相的言论 以便减少后续影响 这个回答两人是着实没有想到 伊丽莎白表示他很重视 保持沉默的宪法责任 话说完伊丽莎白就起身离开了 虽然老板这么说了 但作为下属 迈克尔不能让事情继续下去 于是他找了个大报纸 想把具体情况说明 让他们别再胡乱报道了 但迈克尔糊涂的是 这么大的事 岂是你想不让人报道就不报道的 不仅如此报社政筹不知道细节呢 这不是送到家吗 于是新一轮且更具体的文章来了 首相撒切尔在这场权力之争中 可谓是占尽上风 两人再次会面时 一见面撒切尔就指出这些消息 是伊丽莎白的秘书处放出去的 伊丽莎白转移了话题 表示先处理本周的事务 撒切尔却并没有打算就此结束 接着她拿出报纸 读着伊丽莎白对她的评价 她先是表达了对伊丽莎白干政的不满 又表示来自无名小镇的是她 听着她一番高谈阔论 伊丽莎白表示既然同意制裁南非种族 隔离政策 对她的证悟和规划无关痛痒 伊丽莎白接着说 其他英联邦国家首脑都是她做朋友 这是对朋友的公开背叛 撒切尔则戏谑道 他们只要读报纸就知道女王的立场 两人始终达不成一致 最终又是不欢而散 准备离开时撒切尔也说出了 她反对制裁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原因 这里的她是撒切尔最喜欢的儿子马克 而此时舆论不仅没有平息 还愈演愈烈到了不可控的地步 各大报社纷纷指责起了伊丽莎白 为了平息事态挽回女王形象 最终事情的解决 还是回到了迈克尔身上 既然你捅出了这篓子 你就来背锅吧 最终迈克尔辞去了王室新闻秘书一职 专心在家搞创作 并听从了出版社的建议 成为政治惊悚类型畅销书作者 职业生涯非常成功 事情的最后 白金汉宫坚称女王从未表达过观点 并将一直保持下去 而另一边英国坚持不对南非经济制裁 这引起英联邦国家的不满 在第二年苏格兰爱丁堡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中 有32个成员国拒绝出席 差点导致英联邦的解体 在此事的同一年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南非 迫使其于1990年释放曼德拉 并于1991年在法律上取消了种族隔离政策 1994年曼德拉当选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 他在位期间解决了种族隔离的后续问题 当被问到经济制裁是否有助于终结种族隔离政策时 他回答当然有 这边查尔斯与戴安娜再度爆发婚姻危机 在丈夫查尔斯王子37岁生日会上 民众将目光全聚焦在戴安娜身上 这让身为主角的查尔斯有些不爽 之后观看歌剧表演时 戴安娜借口离开 紧接着原本舒缓的背景音乐变得欢快起来 戴安娜身着芭蕾舞群出场 竟然在台上跳起舞来 这是她送给丈夫查尔斯的生日礼物 台下观众掌声连连欢笑声不断 只有查尔斯尴尬一笑 事后再返回肯兴顿宫的路上 她指责戴安娜 查尔斯提起全场起立了八分钟 为戴安娜喝彩 查尔斯却认为戴安娜在抢自己风头 两人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戴安娜始终无法理解丈夫为何喜怒无常 说到底是在维护可怜而又可笑的自尊心罢了 将戴安娜送回肯兴顿宫后 查尔斯转身去找卡米拉 闭转眼到了1988年 查尔斯与朋友前往瑞士滑雪 不料遇上了雪崩 很快消息传回了白金汉宫 秘书马丁当即向伊丽莎白汇报 救援行动快速展开 很快就确定有一名身份不明的男性遇难 为了以防万一 马丁建议启动应急方案 也就是假设查尔斯去世要做的准备 这个提议让伊丽莎白愈发担忧 好在新的消息很快传来 查尔斯平安无事 遇难的是他的好友林赛少校 看见马丁有些欲言又止 伊丽莎白便让他直言 原来除了滑雪事故外 媒体更关注的是查尔斯和戴安娜两人的婚变风波 此时的伊丽莎白还不知道 这场婚姻早已岌岌可危了 不久后查尔斯携妻子戴安娜在机场接回了好友林赛的遗体 看着眼前的官国 又看着身旁的丈夫 戴安娜有些庆幸查尔斯能平安回来 这边伊丽莎白找上女儿安妮公主 想打听儿子查尔斯的婚姻状况 安妮倒也不做隐瞒 称他们两人自打结婚后都各自在外有了情人 查尔斯比较专一 就是整天围着卡米拉转 而戴安娜不同 宫殿前停满了追求者的车 伊丽莎白这才知道情况不容乐观 参加完林赛少校的葬礼后 查尔斯鼓起勇气拨通了卡米拉的电话 自称被雪崩埋住时 她后悔没跟爱人在一起 所以她准备离婚娶卡米拉 甚至为此写好了生命 可惜还来不及跟妻子摊牌 就收到了伊丽莎白的照见 伊丽莎白开门见山地询问 两人是否想结束婚姻 查尔斯正准备掏出声明石 被戴安娜打断了 她表示自己还想挽救这场婚姻 接着她向伊丽莎白保证 她会全心全意地维持这段婚姻 不会再做违背婚姻的事 伊丽莎白当即应允 查尔斯也失去了念声明的机会 在伊丽莎白和菲利普的注视下 查尔斯选择了默默接受 会谈过后 她急忙去找卡米拉发泄心中不满 称自己会安排保卫队暗中监视妻子 不知道一旁的卡米拉现在什么心情 毕竟他们俩都是有家庭的人 这边戴安娜选择遵守自己的承诺 从伊丽莎白出回来后 她便吩咐侍从以后拒绝情人休伊特前来求见 任何有关她的消息 一律不准出现在肯兴顿宫 很快两人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查尔斯收到妻子请求 周末要在海格罗夫庄园相聚 她虽然十分不情愿 但转念一想 孩子也会来 于是她当即安排侍从收拾房间 又将卡米拉的照片撤下 换上戴安娜的照片 再把床上的女性衣物通通处理干净 并提前准备了鲜花 很快戴安娜带着两个儿子赶来 车上还有为丈夫准备的礼物 抵达海格罗夫庄园后 戴安娜对眼前的布置感到惊喜 陪伴孩子游泳时 查尔斯难得露出了笑容 这让戴安娜很满足 可惜美好时光转瞬即逝 在两人共进晚餐时 查尔斯拿出的礼物 是戴安娜家族组剧的历史书 而戴安娜则准备了录像带 还为上次自作主张 在公共场合演出到了前 看着录像带里戴安娜的表演 查尔斯的表情证明 她并不喜欢这份礼物 次日一早妹妹安妮公主前来拜访 查尔斯吐槽起戴安娜昨天的礼物 接着查尔斯叹气 表示不知道这噩梦何时才会结束 安妮却提醒她 戴安娜不想她的孩子们不想 甚至卡米拉也不想 其实安妮说的都是实话 卡米拉的婚姻远比查尔斯想象的幸福 可她总是执迷不悟 认为自己就是对方的真命天子 两人闹得不欢而散 不过此事之后 查尔斯还是约见了卡米拉 询问卡米拉对丈夫是否有感情 对方立马否认 查尔斯便表明自己打算跟妻子离婚 希望对方也能离婚 卡米拉拒绝许下承诺 眼见查尔斯有些失望 卡米拉又补了一句 对她的爱是真的 外加上一个相吻 查尔斯又被迷得神魂颠倒 而查尔斯和戴安娜的婚姻 也回到了原来的模样 她整日在外鬼混 跟卡米拉打得火热 戴安娜的电话一个也不接 迫于无奈戴安娜只能跳舞舒缓情绪 也只能独自出席各大活动 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后 戴安娜最终还是拨通了情人休伊特的电话 过回了当初的生活 保卫队看到她撕毁情人 当即向查尔斯打小报告 查尔斯目的达成 将戴安娜逼回了原来的生活 两人的婚姻再次濒临破裂 另一边首相撒切尔夫人也迎来了危机 起因是副首相杰弗里发表辞职宣言 称由于撒切尔反对欧洲一体化 他认为对方固执己见 听不进旁人建议 并提出内阁应该注入新鲜血液了 言外之意就是让撒切尔推位让衔 但出于对撒切尔的忠诚 杰弗里并不打算竞选新任首相 而是鼓励其他人跟撒切尔竞争首相之位 撒切尔面临下台危机 形势可谓十分严峻 伊丽莎白倒是不在意 反正压力都在撒切尔那边 不久之后新的挑战来袭 前副首相赫塞尔廷宣布竞争首相之位 第一轮投票中 撒切尔夫人占了优势 可惜得票差值不及15% 所以必须要进行第二轮投票 为了赢得投票 撒切尔决定与内阁成员逐个会面 大家嘴上都说着支持 可也都提出了其他意见 撒切尔明白大势已去 于是他决定亮出底牌 以海湾战争为由 希望伊丽莎白能支持自己解散国会 英国君主的确有这个权利 但他至今从未用过 这次也一样 撒切尔知道自己败局已定 于是他选择面对现实 退出了第二轮竞选 撒切尔夫人在1990年11月28日正式离任 搬离了唐宁街 伊丽莎白一番思索后 下令召见撒切尔 她毫不吝啬地赞扬了撒切尔的贡献 随后伊丽莎白还授予并亲自为她带上了功绩勋章 撒切尔夫人的评价 在英国成两极分化 有人说她是伟大的领导者 有人说她是十分自负的独裁者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撒切尔辞任的十年后 英国还在受她的影响 镜头转回查尔斯与戴安娜这边 抓住把柄的她 忙来找母亲伊丽莎白 表达自己要离婚的意愿 难怪那么多人说查尔斯不配当王子 她可真是言语待人宽于律己啊 此时走进来的菲利普打断了谈话 本来伊丽莎白就不想搭理查尔斯 现在正好有借口了 查尔斯离婚的愿望又落空了 于是她就开始玩起了冷暴力 观看儿子在学校的足球比赛时 相较于戴安娜的兴高采烈 她则是一脸默然 只有在记者面前才会保持慈父形象 一旦离开大众视线 戴安娜对此很是无语 不久后政府决定派遣戴安娜单独出访美国纽约 这着实是因为戴安娜实在太受欢迎了 预约行程都排满好几周了 这让查尔斯非常不爽 多次派人暗中阻挠 戴安娜知道丈夫在背后搞小动作 所以更加坚持出访活动 在落地纽约机场后 民众对她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没人能抵挡英伦玫瑰的魅力 可与光鲜亮丽的外表形成反差的事 她私下只能不断通过暴食在催吐来缓解压抑情绪 此次出访逐渐到了尾声 戴安娜来到了平民区 没想到这里也有许多她的粉丝 大家都十分欢迎她的到来 也是在这里的一所医院 戴安娜展示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接地气 在大众普遍恐惧艾滋病 认为接触就会传染的时代 她拥抱了一名黑人男孩病患 此举赢得了更多喝彩 就连她的情敌卡米拉都不得不服软 改变了原本的想法 向查尔斯提出分手 这让对方十分不解 与其等着被羞辱 倒不如主动离开 见卡米拉决心跟她分开 查尔斯落寞地开车回了肯兴顿宫 戴安娜以为丈夫是来送祝贺的 没想到查尔斯上来就指责她伤害了卡米拉 戴安娜这下真的恼火了 她认为是戴安娜故意作秀 博德报纸头条和民众的喜爱 以此来伤害卡米拉 她一再向戴安娜表示她想要的是卡米拉 她的心属于卡米拉 查尔斯伤透了戴安娜的心 最后查尔斯让戴安娜抱怨 去找安排婚姻的人去 经此一事后 戴安娜也终于下定决心 临近圣诞节这天 她找上伊丽莎白 想要单独谈谈 伊丽莎白不想再掺和他们之间的事 便借口喂狗避免了这次谈话 随后查尔斯也找上了伊丽莎白 表示自己已经尽力维持婚姻了 但仍旧备受煎熬 伊丽莎白可不惯着她 伊丽莎白直接回对她 知道什么 知道你被怕了妻子 让她精神出了问题 还是知道你一个被宠坏的幼稚男人 一天到晚的无病呻吟 至于查尔斯提出的分居请求 也被伊丽莎白驳回了 此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查尔斯信信离去 晚上聚会时 菲利普发现戴安娜没来 便来到她房间探望 其实在整个王室中 只有菲利普更能体会戴安娜的不意 她直入主题地询问 戴安娜在这个家的感受 菲利普对她的描述表示认同 随后开解起戴安娜 称在这个家里 在这个体系里 大家都是局外人 这个人就是女王 她是所有人责任的本质 这时一名逝者进来提醒他们 摄影师准备好了 菲利普离开后 戴安娜思考片刻后 换了衣服缓缓走下了楼 伊丽莎白居中间 代表了核心也代表了王权 本季最后一眼含热泪的戴安娜结束 随着撒切尔夫人的离场 伊丽莎白与流水的首相会发生什么故事 戴安娜和查尔斯的婚姻会走向哪里 时代变幻想 伊丽莎白代表的王权 又会遭受什么新的考验呢 下季见